请敲锣 祝福今天的就业博览会顺利圆满成功 为了帮毕业生无缝接轨 找到心目中理想的工作 新北市劳工局连续第六年 与治理科技大学合作 办理校园就业博览会 现场邀请40家优职企业 市出超过1800个职缺 其中也包括350个兼职工作机会 新北市劳工局每一年在毕业前夕 都会跟我们辖区的一些大专院校 来合作办理校园就业博会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 让这些学生在走出校园之前 能够就已经找到他 一份理想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今年是第六年 跟治理科大来合作 办理这样的一个校园就业博会 治理科技大学校长陈朱龙表示 学校课程的设计 就是结合在地产业的需求 而且学生在毕业前 都会到合作企业实习 因此毕业后 大多人无缝接轨在地就业 我们学生事实上跟产业 是无缝的接轨 我们现在今天来的这么多 四十几家的产业 几乎我们都有学生 事先在实习 所以说我们学生很多实习之后 在留用的几率很大 所以说我一直希望孩子能够 不要因为交通而奔波 不要远离家庭 能够在地的就业 劳工局也在活动现场 设置青年就业专区 及AR VR科技求职体验区 同时邀请全球 资压专业认证老师 为学生做一对一咨询服务 希望能帮助学生 快速找到理想的工作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